这一位同修有七个问题 六个问题 他是用铅笔学的 看起来比较吃力一点 希望大家以后写这个条子不要用铅笔学 铅笔学的时候看起来比较吃力 第一个问题 有发现 这一生修念佛法门 修得很好 可是临终业障现前 不要人来祝念 这时候怎么办 只好随他去了 还有什么怎么办 有我曾经经过 平时念佛念得很好 迷命中时 看身怕死 不肯让人诅念 听到阿弥陀佛就讨厌 确实有 但是他还是死了 那么这种人死了之后 我们想的 依旧搞六道的五道 这一桩事情要在平时吧 临终与你 临终与你 来不及了 所以念佛人 对于教理不能不同他 这个很重要 换一句话说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人决定不死 只有一生 有过去 有未来 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 我们今天讲 自然的 新陈代谢的现象 明了这个现象 生也没有什么好高兴 死也没有什么恐怖 对于宇宙人生